我今天來參加這個理財工作坊 我今天的身份是一個飛機師 我的轉期目標和中期目標都達成了 分別是買了一部相機和一件衣服 以及入了五手的股票 現在暫時我手頭上的股票都有升 希望它先不會跌 雖然我都不是買了很多 只是買了五手 不要跌 快點 麻煩你買了 快點 我去投資了豆豆國際 雖然一開始有升 但是到了最後 因為我耗得太久 所以就變了跌 怎樣看這個投資活動 你應該沒試過 緊張刺激 為什麼 投資之前一定要想清楚 不可以覺得名字好聽 就買了它 沒有目標 因為每個月都洗清了 都不知道自己未來如何籌劃 另外也可能是過度借貸 例如他們錄卡的情況 我們都有一些數字顯示 年輕人 即現在所謂的C世代 他們錄卡的情況 上升的比率 或者欠債狀況 比起其他世代 每天都會收到不同的廣告 或者是不同的人士去推銷 我自己覺得在理財方面 欠缺一個比較全面的知識 所以我就想給多些有關理財的資料 或者經驗給他們 第二個原因就是 為什麼覺得需要呢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的學校 有生涯規劃 我覺得除了讀Econ 或者讀Business方面的 學生知道理財之外 其實讀什麼科的同學 都需要理財 所以我們特地安排 給全級的同學 一起參加這個理財工作坊 希望你將來畢業之後 能夠在這方面 有些基本的知識 希望人家好好地規劃自己的將來 因為我平時自己沒有儲錢的習慣 就是洗得就洗 通常每個月都不會有症 但是學完之後 我發覺 玩完這個工作坊之後 我發覺其實 之後生活很多所需都要錢 就是生活用品、進修 尤其是我自己想繼續讀上去 讀到那個碩士回來 其實不是所有事情都要家庭 就是一定要自己存錢才可以 達到這個目標 我依舊不會是月光族